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 六年以来第一次掉到三万亿美元以下 很多人就很在意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不用恐慌外汇储备下降本身 因为什么 因为外汇储备相当大一部分不是中国人的 它是外国人的 外汇储备有这么几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经常向下 就是商品进出口的顺差 比如说你把东西卖给了美国 但是美国卖给你的东西比你卖给它的少 这样的话中国就对美国有顺差 美国就有逆差 美国的逆差怎么办 美国有逆差它就要出入它的资产 比如说它就要把它的美元就要留到中国 中国拿的美元它就去卖美国国债 这就形成了外汇储备 注意外汇储备一般不是货币 不是钞票 它就是资产 这是一类 这一类占整个外汇储备的比例不会超过三分之一 何况还有很多的顺差 是跨公司赚的 比如说美国或是说欧洲的日本的企业 在中国的设立的公司 它赚的钱 这部分钱你迟早才要离开中国的 这部分钱不是中国人的 是跨公司的 是外国人的 还有一类顺差 还有一类外汇储备是这样来的 就是说国外有到中国来投资的 比如投资设厂 甚至资本向下的流露 因为外国人拿着这个钱来了 到中国之后他不能花 他得换成人民币 他就把投资这个钱给了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就给了他人民币 但是这个钱是外国人暂时存在中国的 他早晚要流出中国去 当他流出中国去的时候 你必须把外汇储备卖掉 换成外币 还给外国人 当然还有些热钱 热钱它就更没铺了 你这样看来 我们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外汇储备的所有权是外国人的 你要想保住外汇储备规模怎么办 你就得让中国经济迅速增长 就得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投资 有信心 他继续愿意来中国投资才可以的 所以说我们要紧的是要保持 这种更好的经济增长 保持开放的这种事态 让外国人对中国有信心 至于说外国储备数字本身 它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谢谢 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功夫财经 这里是财经江湖 这里有真功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